台湾运动之光在篮球跟蜻蜓上都夺下了好成绩 宜兰南澳国小远征宝加利亚 男女组的篮球队夺下双冠回台 另外运动剑将吴婷怡则是挺进了青年鸡流 蜻蜓肌流决赛 在最终决赛当中拿下第十名为台湾缔造历史 伸手脚剑左右滑将保持平衡 在脊柳中闪过碰感 他就是国内蜻蜓好手吴婷怡 2023年参加世界青年蜻蜓肌流锦标赛 一路过关斩将 勇闯女子担任K艇决赛 以第十名好成绩为台湾缔造新纪录 觉得时间算满意了 就是跟以前比起来 真的已经很好了 希望可以站上颁奖牌 蜻蜓一直以来都是欧洲选手的天下 年仅18岁的吴婷怡飞往波兰为国争光 在今年比赛中夺下第十名 也是该组前十名选手中唯一亚洲选手 家人高兴贴上红榜 更期望九月前往英国参赛 能再夺下好成绩 同样是台湾之光 还有南澳国小这群泰亚族小朋友 远赴保佳丽亚参加国际篮球分领锦标赛 男女组各摘下13岁组冠军 每年暑假都到欧洲参赛 已累积八座金杯 清一色运动健将各战五场双双胜出 抱着双冠光荣回台 记得李柯燕亦来报导